那么多钱 错过了这两个 暴涨的币 而且都是狗狗系列的 秘密系列的 造成他们没法给自己老板交差 没法给自己的LP交差 关键是他们都买的渠道都没有 因为华尔街没有狗狗币和屎币的买入通道 回路都没有支持 大家听明白了吧 就真正有钱的 All the money 我说掌握整个世界财富的真正的 华尔街大佬们 一个狗币和屎币都没有 这些底下干活的一些基金经理人 实在也交不了差 确实就没办法 这个有点尴尬 有点FOMO 比我们FOMO多了 我们不管怎么着 狗币和屎币涨 比特币也涨了嘛 然后大币种都涨了 前十的币都挣钱了 是吧 但是华尔街的人 大部分是没有比特币的 也没有狗狗币 有的 有的 也只有比特币 个别有一太坊的 狗狗币是 实际是完全没有 所以 他们是接盘的 我告诉你 他们也不亏 他们 进来 接了盘 买点币 是吧 然后 就跟比特币一样 现在机构大量的买入 Michael Stradley 和回度 加在一起 快买了一百万的狗狗币 就是一百万的 一百万 每比特币了 吓人吧 比特币总共在两千一百万 机构 如果这么买下去 买上两百万 三百万 每比特币 是很正常的 我们拭目以待 以太坊本来就是机构空盘 Consensus也在纽约 这是委台里的后面的老板 Joyce Lubin也在这 是吧 人家早 早 人家 上千万枚以太坊 以太坊就是个公私币 感谢您的